作曲 李宗盛 荷兰船长潘子 见着中国的官吏姓陈 说给他们送来点东西 他不知道是什么 等抬到甲板上 他一看 这是什么 有几只圆乎乎的大篓 另外有不少只提合 他带着怀疑的目光 问姓陈的 这是什么东西 船长莫要吃惊 好吃好喝 请船长先生过目 说着到了甲板上 把这大篓的盖子一掀 把这石河的盖一掀 又香气又人 什么 螃蟹 大对虾 各种炒菜 煎炒烹炸 是应有尽有 应居全 这潘子 也是个中国通 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 他就研究过中国的风土民情 特别知道中国人爱吃 在吃上 颇为讲究 光听说 没尝过 就是这一看 胃 香 刺 恨 样样俱佳 甭说吃 你闻你香味 沁人肺腑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他不由得 咽了几口吐嘛 再一看 还有几瓶子酒 所谓的瓶子 不是咱那小玻璃瓶 啤酒瓶 大瓶子 那瓶子都是瓷瓶 把这盖打开之后 一股酒香 直刺鼻孔 好 荷兰的士兵 你看 嗷嗷直掉 哎呀 有吃有喝 中国官员真不错 想的真周到 为了咱们来了 这都好 咱们抢他们 烧他们的房子 夺他们的人 反过来还为了我们 看来这个政府是腐败透顶啊 他们心里都怎么想的都有 手下有人 那意思 给大伙分不分不 赶紧吃吧 趁热一吃都好 哪知道这瓶子是诡计多端呢 看完之后 蓝眼珠转悠转悠 什么意思 陈管理说了 这有什么意思 奉我家知府大人所拆 慰劳各位弟兄 请你们吃顿饭嘛 中国的人情就是这样的 吃吗 你们的心肠不错呀 弟兄们先不要动 陈先生 请你先做个实验 好吗 陈先生就明白了 不放心 怕这里头有毒 让我先尝尝 好 船长大人放心 我们这里边不会下毒药的 我先尝尝 好吧 说着拿起筷子来 每一样菜都吃了一口 当着面咽下去 把那酒倒了一杯 一样拨咕咚喝下去去了 怎么样 有毒我能吃吗 哦 潘思这才放心 好地 好地 这玩意 怎么个装法啊 正在说这话的时候 就听网缩船上 有个奸生女人的声音 哥 哥 你干什么呢 我都等不及了 潘思一听 女人的声音 管谁叫哥 同事给他介绍了 他就问陈淑丽 这什么人 啊 船长先生 我忘了 我亲妹子 叫秋霞 这孩子才顽皮 听说我来 慰劳荷兰的各位弟兄 他没见过洋人 出于好奇 非跟着我来不可 给我做一个下手 这不是来了 等鸡了 你妹妹 正式 叫他上来 叫他上来 说着陈淑丽 手扒着栏杆 冲着网缩船就喊 秋霞 你超出什么呢 快上来吧 来上来 哥 我不敢 有哥哥 你怕什么 快上来吧 时间不大 网缩船的船舱里 出了个女孩 手里拎着个篮子 也盖着带 再跟他仗着胆子 顺梯子 一步一步一步 登上卖登汉 等这姑娘把盒子放下 把大便的往后理了一理 连这船长潘丝 在所有的荷兰人 注目一看 哎呦 哦 东方美人呐 哎呀 这姑娘找得好 去游和一条大便 搭了到屁股蛋 鸭蛋型的脸 稍微宽宽的脑门 尖下颗 皮肤白嫩 弯弯的细眉 大眼睛 小玄胆鼻子 樱桃嘴 戴着耳坠子 怎么看 怎么漂亮 怎么看 怎么讨人喜欢 虽然穿着打扮 是普通老百姓的服装 但穿在这秋霞身上 格外的诱人 潘丝顿时变成了笑脸 她是你妹子秋霞 正是 哎 妹妹过来过来过来 哥我不敢 过来嘛 羞羞答答的 要不你就别来 来了就别怕 这陈叔立过去 拉着妹子的手 拉到潘丝的面前 妹妹 这位是负责人 潘丝船长 过去见礼 哎呀 这秋霞呀 用眼睛看了 看这潘丝 扭了那么几下 没说话 潘丝一白手 哎 不必了 不必了 哈哈 中国姑娘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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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拎的那是什么 他哥说 妹子 船长问你拎的是什么 啊 我忘了 筷子 刀子 勺 都在我这篮子里 都放在那 沉死了 我都拎不动 说着把杆打开了 潘丝一看 可不是呢 盛汤的勺 盛饭的勺 筷子 刀子 值得这洋人 按使刀叉 带来不少零碎 他一看挺高兴 让人帮着 把这盘子 都拿出来 用具拿出来 下面还有一把 大炎制的酒壶 陈叔立一伸手 把这酒壶拿出来 这儿掀开 灌了满满一壶酒 一边倒这个酒 一边刺鼻的那么香 挨桌上把盘子 都摆好了 船长先生 请用餐吧 中国人呢 就是趁热吃 凉了就没滋味 喝的 喝的 因为方才 陈叔立都尝完了 所以这帮人 也就放心了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推杯换展 十分高兴 潘丝一想 没想到这么顺利 过不了几天 达成协议 我算完满的完成任务 回去我就得领赏 哎呀 没来中国之前呢 我们事先学习了仨月呀 哎呀 这种事 那种事 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闹了半天 中国就怎么回事 跟豆腐扎一样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 没费劲 关系就这么融洽 看来中国这块肥肉 我们是吃定了啊 他心里非常高兴 正在这时 这陈叔立 一边陪着他们喝酒 一边谈着 说说笑笑 发现这些河南人 边吃边喝 边把眼光 落到秋霞身上 那眼神里都带着邪气 没安好心 陈叔立就说 哎 秋霞呀 花骨带来了 带来了 你拿出来 让船长看看 说着到了网索船上 取出一只花骨 就像那妖骨似的 有红绿仇子 盼的身上 花骨在胸前 潘思没见过这玩意儿 这是什么 花骨 中国的一种乐器 骨啊 咚咚咚 敲敲 哎 骨 哦 这是乐器 对 我妹妹年轻 又好跳 又好秋 是吧 走到哪儿 这腰骨不厉害 她跳舞跳得好 唱得也好 哦 你何不早说呀 酒席眼前要有歌舞 那是太好了 能不能请你妹妹 当面歌舞一回呢 妹子 船长 船长赏给咱脸了 让你歌舞一回 放个嗓子 好好唱 啊 好好敲敲这鼓 让他们洋人也听一听 姑娘一开始扭扭念念 后来一看她哥哥沉着脸 命令她怎么办 没有办法了 也豁出去了 当着这些荷兰人的面前 腰肢扭动 崩崩敲着鼓 放开喉咙是清歌一曲 唱的是福建地方调 他们洋人虽然听不明白 好听不好听 还是能听懂的 哎呀 悠扬的曲声 悠扬的歌声 悠扬的鼓声 把他们听得是如醉如痴 好啊 太好了 不知不觉间 这酒就喝多了 大约过了有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 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这潘思朗巴丁 绝是这个 这肚子这么来手 哎呦 这胃口像火烧的一样 这嗓子也好呼呼冒火 与此同时 有几个荷兰头 用双手捂着肚子 哎 不好 不好 说个不好 这疼劲就上来了 再看那些荷兰人 分分倒地 就地翻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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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思想站也站不起来了 这 我们下个大伙 中国人 中国人 臣 臣 说了几个臣 臣不上来了 就觉得天宣地转 姓陈的那书里 冷笑了两声 把袖子一甩 大不留心到了甲板 兴身一跳 跳上网缩船 潘思就知道上了当了 他不要跑了 把他呆住 把这女孩呆住 上哪儿呆去 就见这小女孩 跟燕子一样 三窜两送 到了船廊的旁边 双腿一飘 撑 也跳上网缩船 闹了半点好功夫 怪不腰身 那么利落 兄妹二人 跳上网缩船 就见这船只一吊个 奔 福州方向 哗 下起来 潘思 严丑的 他们跑了 能善罢甘休吗 接住 吊炮 给我打 打 都趴那儿了 炮手都迷糊了 怎么开炮 与此同时 就见水面上 五六十只快船 船头上 摆满了火药 摆满了炸药包 摆满了火罐子 再加上火流星火箭 刷把麦登号 这一条船就给包围了 有人一声令下 打 火冲 火箭 一时间射向麦登号和其他的船只 眨眼之间 变成一片火海 那火灌的外面一扔 倒上的就走 这边可吓人 水火不流星 潘斯一看可吓坏了 我们上当了 我们受骗了 快撤 哪撤呀 都烧摊巴了 其中就有一支炮舰 调转船头 带着火跑了 其他的几艘 全沉入大海 未亡不去了 连那个潘斯 在一百多名荷兰士兵 统统归位 那还不死 吃了中国人 一个亏 上了个大当 咱们单说 跑出那条船去 狼狈不堪 拖着黑烟 逃回澎湖岛 船上还有几个人呢 跳到岸上 撒脚如飞 来见司令官 雷约兹 这雷约兹啊 也着急呢 瞎手指的正算呢 怎么还没回信啊 这潘斯是个干员呢 办事干净利落 怎么这次这么麻烦 难道说遇上什么坎坷了 不对呀 遇上坎坷 他也得请示我呀 怎么就没信 正这时候 来人像的禀报 坏了 我们吃了大亏了 经过是如此 这般这般如此 雷约兹一平 是暴跳如雷 饭桶 你们全都是废物 怎么能瞪眼上这档呢 叫你们吃你们就吃 叫你们喝就喝 哎呀 蠢货 蠢货呀 嘿嘿 潘斯 你纯粹是个饭桶 你死也活该 我必须亲自出马 给这些中国人 一个教训 来人 马上掉队伍 掉大炮 跟我出发 还没等他行动呢 有人又向他报告 报告司令官 了不得了 您看看 雷约兹往西面一看 可怕他想坏了 就见战船 秘密 也不知来了 多是舰船 高高的扬起 风帆 大明的旗号 顺风飘扬 扑奔 澎湖岛 咱这么说吧 雷约兹也喝出去了 下命令开炮 双方炮火相接 打了总有一个时辰 但是他这两千多人 福建的方向来了将近两万人 炮火也精良 也密集 把他们修的吊包全给炸翻了 炮台全给轰毁了 中国的士兵登陆之后 奋勇争先 岛子上的愚民一看 自己国家的军队来了 回到家里各抄刀枪 可乐坏了 打了 打 红毛了 打 动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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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约兹一行坏了 满山坡上死的都是自己的士兵 中国人怎么这么勇敢 脾气挡不住 他们的炮火太密集了 恨我带的人太少了 再要坚持下去 恐怕全军覆没 撤 往外撤 报告司令官撤不了了 道路全被他们封锁了 那也得撤 我前功出去 这雷约兹这条船 是铁甲船 比别的船又坚固 炮又多 速度又快 所以他冒烟图火 当先开道 后边有一六船只跟着 总算逃走了 中国军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收回澎湖 光俘虏 抓着一百零六名 这俘虏里头也有不少都受了伤 中国政府优待俘虏 该智商给他们智商 在这该蹲肩作狱 得蹲肩作狱 压着一条船上运回福州 那个说那陈淑丽和那秋霞怎么回事 我不说你也清楚 演的一出戏 陈淑丽根本不是淑丽 那是福州有名的权师 好功夫 秋霞时的妹子不假 满身的好功夫 有名的女侠呀 那是官夫不惜重金 聘请出来的 让他们演了一出戏 要给荷兰鬼子狠狠地打击 这兄妹非常爱国 平身走险 因此去见潘子 那一开始 尝着那酒和那菜 没有毒 就是姑娘秋霞 淋着个盒子上去 那里边有毒 感觉一片子一蹦 荷兰人都迷糊了 没注意 所以吃亏上了当 那陈淑丽 利用这个空隙 把这药二次撒上去 这些细节不必细说呀 大明朝当时不错 中央政府是腐败 贪官无力横行 但是爱国的官无百官 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老百姓都是爱国的 所以部分地区 打起仗来 打得相当漂亮 军民一心 给了侵略者狠狠地打击 安夜他们收服失地 咱不说 单说荷兰司令官雷月兹 哎呀 损失军力三分之二 被人家打得是焦头烂额 他一边跑的一边说 厉害 厉害 中国人厉害呀 怎么跟我掌握的资料 不太一样 在东京都公司 培训了三个多月 那时候介绍 中国的官场黑暗 这官员都腐败透顶 这军队不堪一击 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作战不怕死 非常的勇敢 哎呀呀呀呀 看来判断错了 判断错了 等到了公海了 后的没有追兵 他下令停泊 他坐到船舱里 都犯了循司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往西去不行 此路不通 西边离着福州进 再遇上中国军队 就得全军覆没 不能去 往南走 不行 往南走 离着东印度公司 越来越近 见着总督大人 我怎么交代 库恩大人翻脸无情 非爸爸枪毙了不可 不能回去 哎呀怎么办 我说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我得想什么法 离个功啊 讲功补过呀 免得军阀从事 哎 他一咬牙 奔东走 杨帆过海奔东 就这样这一天 来到台湾 离个澎湖 往东去不是台湾是哪 这个雷约兹 在甲板上 拿着单筒望远镜镜 一看 他就惊呆了 在眼前出现一个 美丽的大岛 一望无际 比那彭湖要圣强万倍 森林覆盖的 这 这就是台湾 哦 他想起来 在学习那会儿 学得过 在彭湖的东面 就是台湾岛 五十年前 菩提牙人来过 管台湾岛 叫福摩萨 哎呦 福摩萨的意思 就是美丽的岛屿 看来说的一点不小 因此他一边看着 一边喷出一句 福摩萨 福摩萨 有个队长在他身后的站着 司令官 对 福摩萨 福摩萨 五十年前 菩提牙人 就这么称呼 其实就是台湾 不 不是台湾 从现在开始改名 叫福摩萨 从现在开始 福摩萨 就属于咱们 荷兰王国的领土